你不要推我 你不要推我 我沒有推我 你幹嘛推我 我沒有推我 就是這一摔現在摔到了法院去 波滿被民進黨指控 惡意貼身騷擾 肢體接觸還說是慣犯 中天新聞跟記者 對抹黑人無可忍 決定要共同提告民進黨 希望他們適可而止 我完全無路可走 那也因為這樣而摔倒 從一開始指控記者推人 改口推集中跌倒 到後來說是無路可走摔倒 實際慢動作回放當時的影片 記者追問 賴品瑜急著離開會場 到了轉角處 所有的攝影記者 全都擠在了一塊 加上原本以為 電梯前是受訪點 攝影機腳架 全都放到了電梯口 轉角空間壓縮 加上人多推擠 進成了半島賴品瑜的關鍵 但民進黨可不怎麼認為 放影片質疑 賴品瑜就是被惡意碰撞 一再的過當的 去做近距離破境的採訪 我覺得這樣當然會造成 現場的混亂 當你鋪天蓋地出來 是一個負面的時候 這個對賴委本身是個傷害 加碼搬出去年同位記者 採訪當時要選台北市長的 陳時中畫面 呼籲民進黨說的 記者是慣犯 同一時間立法院外 在評語我們要給他頒發 頒發什麼獎呢 最佳演藝獎 在評語假說事件過後 他不是在臉書有發文嗎 那他臉書發文的下面 有出現一排 這個民進黨籍公子的 男哥哥在下面聲援力挺 讓我想到了一句話 新潮流 誰沒有拿我爸爸的錢 跟著夥伴一起開記者會 佐打賴品瑜又攻新潮流 賴品瑜的摔倒意外 儼然已經升級為政治事件 TVBS新聞交迷犯努力穿回家 是SNG小組台北施負負負負責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